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再介紹一下 我去Fantastic這個網站 訂了一些消毒品 找回來 剛才第一個 Clarus 這個就是希臘 一個很出名的洗頭水 我試了 因為之前有一個 sample 我試了它的爐匯 所以這次他又在做公開 買了送一 80多港幣 兩支 然後 這個沒有普通做 但是我配了一支 一模一樣 奴匯的 護法素 你看到這個 我今次主要 買了一個 德國世價 這個是正話 我原先買了兩盒 他沒有貨 就先寄一盒給我 因為他這個用法很特別 他建議25歲以上 一年就用一次 34歲以上就開始要用兩到三次 每一年 一個療程 28日 這個一盒都30支 所以我訂了兩盒 我要等另一盒回來才可以試 這個 我今次試了一個新牌子 我也買了 2 4 6 8支 它就是 這個 叫 Mannucordactor 它是澳洲牌子 它主打一個蜂蜜 風毒系列 我買了不同系列 它這個 是Toner 它適合二十幾歲的女士用 因為它只有這條蜂蜜 所以我買了這個 之後 粉粉的 紫紫的 它適合 皮膚差一點 34歲以上 我買了一個 眼霜 這支 這支 是什麼呢 這支 它是一些 皺紋的 皺紋 有一點點燒 眼紋 笑紋 用下去 其實 這支 我有一支 我之前是HR5買了一支 它一模一樣 價錢差很遠 這支 是港幣百多元 這支 是三千多元 我不知道分別有什麼不同 我會試試試完 就介紹給大家 這支 HR5主要是 一些透明的酸 我覺得它不錯 質感有幾容易吸收 按完之後 它很快吸收 已經很快 所以我買了一支 寫水會化妝 好了 然後 這個 這個就是 面膜 這個 還有 買了一支 洗臉 我記得 我買了兩支 洗臉 它 對不起 兩支不同的洗臉 我要看一下它有什麼分別 它都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買回來試試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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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著 Femina Crystal 我都想試試 它這個是什麼 是精華來的 這個 其實我買了兩支 洗臉 的精華 它也是 我比較貪心 想試試它們有什麼不同 所以有一個買錯 之後我會介紹一下 我試試情況如何 還有這個 我會用 這個 這個 德國世家 它很出名 其實我本來想買一個晚上的 但是因為我買的時候 沒有了 就只可以買一些 Sensitive Care 的Conditioner 就是 例如你看看 我沒有化妝的話 那些美絲血管很精 其實 天生 沒有辦法 這些 就爆了那些美絲血管出來 所以 我自己 都在用洗臉 我還用這款 白色 Luna 因為它 比較 補一些 很激度敏感的皮膚 今天介紹到這裡